好 我們來開始看那個複雜的例子 有一個船等數呢 向懸崖前進 然後呢 就8鳴笛 鳴笛6秒以後 聽到懸崖反過回來的回音 如果聲數這麼大 請問你8鳴笛的時候 離懸崖有多遠 這個 這個題目 以及所有回聲的題目 都是一個事情 弄清楚 路是誰走的 時間是誰用掉的 比如說有人題目是 炮彈飛過去 打到把聲音傳回來 路是誰走的 炮彈走的跟聲音走的 時間誰用掉的 炮彈用掉的跟聲音用掉的 那看人家題目怎麼寫 是誰用掉到這裡3秒鐘 是誰用掉3秒鐘 是合起來用掉3秒鐘 還是各用掉3秒鐘 弄清楚 路是誰走的 時間是誰用掉的 來我們畫圖 有一艘船 鳴笛 然後船往山上走 所以紅色的就是 船走的距離 然後呢 上面綠色就是聲音的 發出去 打到山 彈回來 聽得到 綠色的是聲音走的 黃色是我要求的 鳴笛的時候 船跟山離多遠 好你看這張圖 黃色 綠色 紅色 之間有什麼關係 綠色是聲音走的 紅色是船走的 黃色是我要求的 還有個問題啊 他告訴你那個6秒 6秒是誰花掉的 請問你聲音花幾秒 6秒 床花幾秒 也是6秒 每個都花6秒 走這麼遠 走這麼遠 請問你 黃色 綠色 紅色 之間有什麼關係 你有看出來他們之間有什麼關係嗎 加起來 除以二 很好 可愛的小男生 有慧根 綠色的 加 紅色的 是兩倍黃色的 看出來了嗎 看出來了嗎 綠色的 加紅色的 是兩倍的黃色的 有看出來嗎 看出來嗎 好 那 第一個是誰 誰走的距離 第二個是誰 船走的距離 然後等於兩倍我要算的東西 對不對 那距離怎麼算 有時間還需要知道誰差的距離 速度 很好 那有速度 有時間怎麼算距離 向前 所以呢 時速100公里 走兩小時走多遠 100乘以2 對不對 所以 距離就是速度乘以時間 所以 空氣傳生的速度337 乘以空氣傳生的時間6 船的速度34 乘以船走的時間6 加起來等於我兩倍我要求的X 然後後面就是簡單的數學喔 認真算一算完答案叫做A 這個A 這就是立題06 這一題是向三而行 你回去想 如果背三而行會怎麼樣 如果是背三而行會變成怎樣 OK 想一下 有人考向三而行 有人考背三而行 OK嗎 OK OK